警察沒有信用 警察怎麼會沒有信用 沒有信用 和警方為了申請的路權 爆發衝突 家屬抬著自製棺材 要到台北馬街醫院抗爭 走進去 抬出來 馬街醫院醫療實施 要叫院長踹貢 收拿前妻遺照的朱先生 抗議前妻 長期在馬街就醫 卻沒查出 已經是一臟癌末期 跟他講肚子痛 這醫生該有的處理也沒有做 馬街醫院的資料 所以居然一張 很方便都沒有照 原來無形女子民國98年到103年 在馬街治療 當時加醫科診斷 她是糖尿病 打後續腹部嚴重疼痛 103年6月 轉診到正心醫院 診斷出已經是一臟癌末期 10月就病室 家屬指控加醫科 並不是糖尿病專業 卻未轉診 拖延了治療實現 求償290萬 醫師則說 女子病情穩定 檢查都正常 法官認定 國內常見高血壓 糖尿病等慢性病 長期照顧 確實屬於加醫科專業 判家屬敗訴 這張遺照是我帶來 死前4天 30號他要我拍的 後來慢慢的體會到說 他死不明 我要我幫他申冤 儘管判決定驗 家屬表示要拿新試證 再度提出告訴 對此馬街醫院回應 案件已經經過鑑定 醫師處置 符合常規 沒有醫療疏失 醫病雙方 恐怕將再度對捕公堂 記者楊卓盛 王一竹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